這是我第一次做這麼大的木雕 當初她的發想是 我也不知道哪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很想有一個比較大型一點的 阿如的形體的雕塑 然後可能會覺得如果我雕完 我就可以就是這樣擁抱她的感覺 你覺得我簽名要簽在哪兒 要簽在哪裡好呢 真的好難耶 我可以很直接跟大家說其實我是一個不會畫素描的人 所以畫草圖對我來說是非常難的事情 所以我的草圖就是跟小學生畫得差不多 我就是把我腦子想要做的大概的樣子把它畫出來而已 其實最早我裡面不是畫宇宙 是一個像是花園類的東西 也沒有想過說她身上會有星星的符號 不知道為什麼雕完這個之後 我覺得她裡面太適合放一些星空類的東西 我覺得也很符合阿如她是一個外星人這樣的主軸 我算是找了老師之後 然後自己花了很多時間去琢磨的 我不像一般的科班生一樣可能有比較長時間木雕的訓練 所以相對來說大型的木雕 我知道我可能會有一點點吃力 但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接受挑戰的人 我一旦覺得我今天寧感我要做的時候 我就是會很享受在這個所有創作的過程中 所以看到木材真的運進來的時候 真的有一種 真的要開始了嗎 因為我的創作的方式是比較奔放型 比較揮灑型的 我不是會很琢磨一些細節的人 但是木雕很難避免這樣的狀況 是因為你還是要有一定的精準度在雛形 才有辦法出來 所以在做木雕的拿捏上就是 我既希望它可以留下很多很原始的線條 紋路還有最初的打出胚的電鋸的痕跡 但我又希望它的雛形上可以更完整 所以在這個作品的拿捏過程中 我覺得是比較衝突一點點 所以在木雕上通常會花我比較多的時間 我常常就是坐到後面的人很喘 就是會覺得說 OK好怎麼感覺我今天花了一整天在用 然後看起來雛形沒有什麼變化 紅外套 好 老實說就是創作完之後 他有一點點捨不得 就是會覺得 蛤完成了 我好像停止了跟他一起工作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是 我跟那一個樹木一起完成的作品 還是不要用刁的嗎 那我不用刁的 還是用刁的呢 我刁一小個區域先試試看感覺好了 可能因為受女兒的影響 在作品上面更有一些 有點像是小朋友都有一個虛幻朋友的感覺 所以大家會看到很多新的外星角色的加入 然後在用色上面我覺得比上一次的展覽 又兵分了更多 你看到他的時候你有沒有一種 就是他好像是某種動物 但是他 但是你卻沒有辦法把它定義成某種動物的感覺 好像在動物園裡曾經看過他是熊嗎 還是那個羊駝 然後還是就是各種 各種動物集結成一體的樣子 然後又他四個頭 我覺得他是那個阿如的座騎嘛 阿如是外星人 那他騎的東西肯定也是很外星生物的樣子 所以這是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東西是 更不在一個空間內 好像這個作品的背景是一個無限大的空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的時候 會不會發現我其中有幾幅畫的元素 是有點像是用了水晶的一些圖騰 它是大自然的產物 然後我就是常常被這些東西吸引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跟宇宙也有點連結 我就想要在一些比較宇宙氛圍的作品裡面 有加上這樣子的東西 我就是一個很叛逆的人 就是我今天想怎麼做就怎麼做 大家都用畫筆畫的時候 我偏偏有時候想要用手畫 大家跟我說顏料沾到手久了 可能會有毒什麼的 但我還是想這麼做 我手指頭戳出來的顏料跟畫筆就是 就是不一樣 而且我每次在抹這些的時候 我心情都很好 你會抹抹看 抹這個很療癒喔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要大膽的去試 不怕失敗的去試 才會得到你想得到的結果 就是即便你大膽的去試 失敗了也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去試了你才知道 原來怎麼樣做才是我喜歡的方式 有時候我回想創作過程的時候 我自己有時候覺得很神奇的事情是 我不知道我怎麼弄出來的 就是有時候看自己的 譬如說一幅畫看 哇這個底色我當時上得好漂亮喔 我是怎麼上的 我卻想不起來細節 我常常說我不喜歡去解釋我的畫的意義 或是我不是很喜歡幫作品命名的原因 我認為每個人看到畫面 都會映照出自己當下那個時候的感覺 很多觀者給我的反饋是 他也可以在我的畫前面待好久 因為他覺得很舒服很療癒他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良善的循環的能量 對 我一開始創造它的時候 真的把滿大部分的自己投射在裡面 所以我就說畫它的時候 我常常覺得我自己在寫日記 如果大家有看到這個影片的話 應該是第一次看到我真的被紀錄我在畫畫 或者是木雕的真實的場面 然後這就是我的工作 這就是我創作的樣子 在當演員的時候 在角色裡面他不能有太多的我 但在創作的時候 我就是那個我 孟肯如會有現實層面的考量 但阿如不用 他想去哪就去哪 他想發懶就發懶 不想工作就不要工作 然後他可以做到很多人體做不到的事情 可能走在天空上 或者是你的肚子可以發射出雷射光 等等之類的 這種東西都是 孟肯如本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但他可以在我的作品上面呈現 所以其實有很多東西我覺得都是 因為自己做不到所以才想把它創作出來 我希望大家從作品中可以找回自己那種赤子之心 很單純很童趣 在小時候你沒有接受那麼多資訊 那麼多規範的時候 那個真正你想做什麼的那個感受 長大了真的很難 但是透過作品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我有一天走來路上 有一個人 他突然就是開心說要跟我合照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他也喜歡畫畫 他很喜歡創作 但是他覺得他自己沒有辦法辦展覽 沒有辦法分享他的作品給大家 覺得自己沒有能力 那他聽了我之前的一些訪問的時候 他發現我也不是科班神的 我也不會畫素描 我也很多東西都是自己摸索 然後我就辦了展覽 所以他說他看了我的展覽之後 他也決定想要從實畫比開始畫畫 過了可能過了一年吧 我收到他的展覽邀請卡 他想邀請我去看他的展 我自己是還蠻感動 然後就是我也很開心自己有這樣的能力 去讓很多人充滿勇氣 嗨 大家好 我是武通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的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是號角翔琦 祝福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叫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三地新聞網十周年了 哇好快哦 新年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